说个实实在在发生的例子,身边不近不远的朋友,朋友一直在上海看房子,夫妻两个昨天买入了总价650W的房子,哪怕上海高温37度,也是和父母开开心心的看房,签约,脸上全是笑容,房子在浦东外环边上,环境不错。 契税10W,中介10W,首付195W,贷款455W,也就是现金投入了215W,大概三成首付,贷款七成,自己放在心里想了想,假如换算到投资上,这就是开了三倍杠杆,还是持续开30年的杠杆,不知道我晚上能不能睡得着,450W贷款什么概念,简单的算法,等额本息就是2W,每个月稳定还2W,每年还24W,利息占80%, 一年19.2W的利息,关键是稳定30年,这是啥家庭能做到的事,说实在的,我不是很看好三成首付上车的人,你要是有钱,或者家庭条件好,大部分的人会选择全款或者少部分贷款,没有哪家父母愿意孩子这么受苦的,要是能力强,现金流nex,我没话说,大佬的世界我不懂,要么就是没钱强行上车,但是要是强行上车,这种惨剧近几年还少吗,真的不少,其实并不明智, 其实我很想说,现代社会给人一个极大的错觉,银行给你的额度都很高,不管是平常的信用卡额度,花呗,还是其他,动不动就是十几万,几十万,房贷的话,就更多了,门槛低,或者可以轻松绕过门槛,轻轻松松几百万,因为借贷方式的容易,随取随用,经常你会拥有这种错觉,我能借的,就是我的,使用权和拥有权是两码是,其实你拥有的借贷额度,并不是你真正拥有的钱, 这钱是借给你的,是债务,是实实在在要还的钱,到这个例子,400W是贷款,是债务,不是你拥有的钱,你能贷这么多,是借的,不代表你有偿还的能力,每年20W都是债务,在上海每年税后,收入稳定20W,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 大把的人一个月万把来款,每天累得要死,而且大概率随着年纪的增长,收入不增反减,这里看似是废话,其实需要你细细的咀嚼,真正的理解什么是贷款,换个投资的话说,你是否能够驾驭杠杆,你能驾驭多少杠杆,你能否承受杠杆带来的后果,房子,在中国人的观念里,隐含着家的概念,但其实房子家的概念,灌输不过近20年的事情,在这件事情上,大家经常说中国没有IP的概念,我是不同意的,要我说, 中国不是没有IP,反而是IP高手,IP鼻左,房子就是这个例子,这个IP获得了巨大的成功,说回来,因为房子家的概念,让人疑惑房子到底是不是金融投资品,前几年可能大家看不清,被动或者主动的不愿意接受这种概念,但是现在大家都会说房子就是金融商品,如果是金融商品,就会有周期的概念,就会有跌多了会涨,涨多了会涎,所以,我一直会愿意把房子看作投资标的来进行考量,来仔细的思量和决策。 上海的房子,哪怕有527政策加持,依然在下行通道中,暂时还看不到底,现在的阶段,利率是越来越低的,越来越通缩,上海房市止跌,真的很难,再更,多写一段,最喜欢看大明王朝,引用一个大明王朝答案里的房写,我们能带入的只有传安县的农民,按理说生活在江浙富裕地,没有旱灾和水灾, 只要每年按时交税,确保一家人不饿死,这不算难事,但有一天你推开家门,忽然发现一群官兵载毁自几天,然后没过几天,大水把整个县都淹了,什么叫死不明目呀,这就叫死不明目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你不可能知道,但编剧知道,大财的知乎答有借骨于金,我们能带入的只有底层的劳动者,按理说生活中现代社会的城市, 没有战争天灾,没有经济危机,只要夫妻双方都有工作,生活小康这不算难事,但有一天你推开家门,忽然发现房价涨到天上去了,而房价涨的原因是地价涨到天上去了,地价涨的原因是因为地方财政需要卖地钱,上上下下的官僚需要这笔钱,为了结婚为了小孩教育,你咬牙借了三十年的八皮带,买了一套七房等一年后交付,然后没过几天,发生疫情了,全国封闭,经济减缩了,公司裁员了,个人失业了, 房子烂没了,什么叫死不明目呀,这就叫死不明目,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你可能不知道,但编剧知道,老百姓买房子,不还是没跑出这个圈了,努力工作,省吃俭用,掏空六个钱包,为了买房,房其实不是房,房是税,是进程税,你没房之前是刘民,刘民在灾年,狗都不如,狗有主人,主人在乎狗的生死,刘民,没人真正在乎刘民的生死,刘民是好财,死了就死了,我们能做的,不就是看清楚这个 循环吗,感谢知乎这个平台,每个人的回答,才拼凑出尽量完整的脉络,站在上帝视角,中央,地方政府,开发商,中介,买家,卖家,各有各的利益,各有各的小心思,一桩桩具体的事件,形象的人物,详细的逻辑,尽量让你理解并告诉每个普通人,你是怎么死的,残酷吧,但贵在真实,高位上车,从买入的一刻,已经注定了结局,熟悉香港九七年地产危机历史的人,应该了解,当时亚洲金融危机, 投机,炒作,跟风,房价一度下跌70%,其中老百姓都是上车,但细分下来,人群分了几批,一,买得早的人,家庭资产大起大落,跟过山车似的,不过好在平稳落地,二,高位接盘的人,抗了几年,经济不好,被动卖出血本无归,耗赶了家族前妻的积累,三,高位接盘的人,一直扛到了现在,快二十年过去,这些人现在的情况如何,他们的生活好吗,他们过得快乐,开心吗, 凭印象斜斜,看过几个采访者的回答,不严谨,但符合逻辑,其实并不好,少部分人失业成功脱离了苦海,换了更好的房子,大部分人都疲惫不堪,面容沧桑,高位接盘,七成贷款死死地压住了他们所有的可能性,他们极致的贷款,耗干了所有的现金流,他们在近二十年的生活中,失业,换工作,收入的缩水,同时面对不断加码的压力, 结婚生子,父母生病养老,子女教育,苦苦支撑,到了如今,还有一零年的房贷,他们大部分从三十岁的年纪,到了如今迈入五十岁的门槛,中国式的父母,真的很善良,孩子二十多岁,面临了就业,恋爱,结婚的大事,家庭积累的资金却捉襟见肘,着急在心里,脸上露出浓浓的对未来的担忧和迷茫, 房产投资,其实不仅仅是房产投资,只要是涉及到家庭资产大项投入,都应该仔细的考虑,你能够承受的范围是多少,假如全亏了,能不能接受并且承受的了,对于上杠杆这件事,应该保持极高的警惕,有人说,现阶段应该怎么办,上车的同学,要不要止损,说实话,一两句说不清,但是没上车的同学,等着就好了,现金在手,在通缩的时代,是越来越值钱的,现金为王这句话,靠谱的很, 没上车的同学又问,万一上海的房价涨起来了,我没上车咋办,我只说我了解的上海地产市场,其实房地产市场的涨跌,影响的因素太多了,很多人说辞特别多,最流行的就是政府不会不管房地产市场,巴拉拉巴拉拉,各种理由天花乱坠,群魔乱舞,我觉得一个人挨打的次数不能太多,要既吃又既打,一开始,媒体,专家说,强二线不会跌,三四线才会跌,后来说,新一线不会跌,二三线会跌, 再后来说,超一线不会跌,新一线,二三线才会跌,再再后来说,超一线核心区不会跌,超一线郊区才会跌,再再再后来说,超一线核心区大平层豪宅不会跌,今年上海二手豪宅跌得有多惨,那再再再后来,即使不记得,就是被人耍着团团转,问题是,老百姓拿的是血汗钱在背上, 这不是买个玩具,电视,买个车,亏了,心疼,但是亏了就亏了,花点时间,翻身总是能翻的,你买个电视还货比三家,怎么到了买房子,开始盲目冲动了,其实和投资是一个道理,我惯用的思路是, 如果一件事情和我自己预想的不一致,并且发生两次以上,我就会开始思考,是我错了还是市场错了,如果是我错了,我错在哪了,我的逻辑是不是有问题,我是不是哪里漏了,什么危险没注意到,并且是核心因素,导致一直下跌或者卖出后还继续上涨,这是一个长期需要观察,根据,复盘,思考,实践的过程,可能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来盘清楚一个事情,其实不管是买房,还是投资,都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, 这个私人性体现在,你不太可能依赖于别人的意见而决策,可能一时一地可以依赖,但是长期来看,每个人情况不同,发展的境意也不同,漫长的持有只能依赖于自己的认知,你的认知不到位,你是没办法抓得住手里潜在的机会,如果你想要在买房或者投资上不吃亏,没啥捷径可以走,只能努力提高自己的认知,学习相关的知识,才能少踩坑,我的态度,要相信周期的力量,这个周期不是一天,一周,一个月, 是按年记录的,你上车的机会太多了,上海的房地产市场有价值吗?有,但是,是现在吗?肯定不是,什么时候适合入场? 逻辑很简单,多关注经济数据,利率,股市,什么时候开始重新通涨,利率上升了,经济数据变好了,经济触底反弹了。